我们来讲,保护两千分钟。 即使地产生了两个新增灶, 我们周围的组织产的新增, 也会使得这个发作的过程相对来很精进。 那么,更深入的, 刚才讲到的是一个现象, 我更深入的了解要无测语的话, 它不外出可能会通过增强、接编、接编和抑制性的同处。 第一功能,就是增强、接编这个作用。 这是有效的。 刚才我们讲到了, 因为,刚才也有用化学, 我们研究它的化学本质是这样的, 接编,不能接编, 那我们增强。 另外呢,我通过组织的一些例子通告, 比如说大浮语道, 带浮语道, 讲浮语道。 因为我知道, 魔的兴奋性是需要这些带浮语道的, 这个离子的出入, 才造成这个魔的出入和兴奋状态。 魔和组织这些疮语道的话, 会使得那个, 魔的反应性降低。 反应性降低呢, 那么它不会一波传一波的往下传。 是这样的。 好,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作物体呢, 让我们有可能用过这样的一些方式, 来影响, 来发挥作用。 继续在主题要里面的, 我们首先介绍的是我们的口音。 一般呢, 我们用它们的纳言, 所以叫做我们的口音纳。 这个文章。 它们另一个名字呢, 叫做大浮语。 它是一个习惯品。 首先呢, 我们来说一下, 它们的那种药带的医学员, 然后做我们在流行。 那么, 药带的医学员, 我们讲的, 就指的是, 集体的药体处置的, 吸收啊, 分布啊, 败泄啊, 这样的一些医学员。 有几个需要有一个地方的话。 一个呢, 就是这个文童银, 它的口服很容易吸收。 很容易吸收。 那么, 接药注射的话呢, 吸收反而不规则。 这个不规则呢, 只能是, 因为有的人吸收比较好, 有的人的吸收相对比较差。 这个呢, 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特例的药物。 因为我们从常规则来说, 大部分的药物呢, 恐不吸收, 相对药物的这个注射的, 吸收的比较慢, 吸收的这个量比较少。 啊, 这个设法相对来说, 吸收的比较多, 吸收的比较快。 但是, 本科丁斯拉来说呢, 是一般的。 另外呢, 这个药的, 有效血压不够范围交涨。 啊, 是10-20mg每房生。 就是我们把他的血抽出来, 用仪器来测, 他的血压不够范围, 是在这样的范围, 一般是, 呃, 比较安全, 而且有效。 啊, 10mg每房生的, 就是, 基本没有效。 那么, 后方, 待会我要讲到, 他会这样的问题。 这个药为干药性代谢, 气量过大的话, 会是, 陪, 保和, 能快维起一下这些肠。 好, 这一道他的临床用, 来说一下,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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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把它放到, 来套蝶蝶, 钥匙来一起, 但是, 他在临床用, 呢, 不接近, 但是, 就是用蝶蝶来说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哪一种类型的蝶蝶, 做不起啊, 啊, 不孝, 首先, 对于大发作, 和精神的一种类型的发作, 我们说是首选的药物。 但是, 在这一块我要提示一下, 就是对首选的药物, 要有一个,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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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快註射可以讓我們講的捏閒持續狀態 但是我們特別有無限滑線標準就是對小發作無效 這裡面有什麼會使小發作的發作次數增加 所以不能說著,一看說是捏閒了 然後出現的孩子就知道進入一個藥物 就是我們要考慮,確實 第二個就是用來治療中速性的疼痛 充分中及外周神經痛,包括三十二神經 這個做過神經神經痛,等等 實際上也是,當然我剛才說的一次 也是它那種活穩定作用 活穩定作用的話就使得疼痛的信號傳導 把神經痛的疼痛 再有的就是胖西律師肠 我們後面有一個章節呢,專門要介紹胖西律師肠藥 這另一款還會比較詳細的來介紹 我們古年大的這個,後來治療胖西律師肠 尤其是史性律師肠的一些機制肠,我們在這裏都說 那這個藥物呢,它的中特點呢,就是起效效慢 一般的一次肥药都达到12个小时,有可能才达到血浆的风度。 连续用到一段时间才能达到太小的风度。 这个就是需要注意。 有一些医生也好,患者也好,他希望的是什么? 要到病毒,不然要到周遭完善。 但是实际上这个药,它有一个吸收的过程,有一个发挥作用的过程。 这个实际上会来做的比较快。 所以也要给病人一个努力。 比如说,电池不持续用药。 不要看着没效率说电池掉没效率,不然再用其他药。 再有一个,就是不同的差异。 就是不同的人这药物的反应性有差异。 这指的是不同的差异。 再有,就是肢体的收入面部显出不同。 这一方面我们也讲一个小的一个事件, 或者是一个同学的药物。 今天发生的一个事件。 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也应该尝试也应该知道, 我们现在吃的没有药物, 并不是没有我们跟本萄因的, 我们就把本萄因的药物直接涨在一边。 因为它涨在一起,它没有两个粘合性, 一定的溶解性。 所以我们要把它和一些复形剂。 复形剂。 没有生物活性, 比较安全的。 但是由我刚刚讲到的那样一些, 黏浮性可以压缩的那样的一些特征的, 这样一些物质能合上一起, 叫做复形剂。 那么,在澳大利亚, 就是上次第六十年代, 在新鲜出现的时间。 就是说给一些电邪病人, 服用这个本萄因的。 在开始呢, 给它的这个TEL, 用的一直很好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的出现。 但是呢, 后来就突破了一批, 另外一个厂家, 也是本营的, 糖量也是相符的, 然后呢, 就给所有人服用。 结果, 快会出现, 很多人回来反应。 就是说, 出现一些无性的, 它没有现。 后来又发现, 为什么呢, 我们这种药油的气量也不一样, 要我们自己也不要, 发现结构也不一样。 后来又发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复形剂。 最开始的这一批呢, 负用基因的是, 硫酸钙。 那么, 从这一批, 这个厂家, 接着这个游行剂的, 使用的是, 骨糖, 作为一个游行剂。 尽管骨糖那批呢, 它的这个, 嗯, 药物的种粗, 和那个, 这个量的相比来, 前面的话, 更多, 就是所谓的, 生气的生活力, 比较高。 这样的累积的话, 累积一次, 一次毛,一次一次毛, 再次毛, 再次毛, 再次毛。 所以, 这种问题呢, 倒不是我们医学生所, 特别关注的, 比如说, 嗯, 无一块儿吧, 因为我们说的是, 药学, 他要考虑, 这个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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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的药, 啊, 这个厂家来提供的药, 和另外一批呢,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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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种东西, 因為這個,就是他們的優點。 那麼,文庫廷大為什麼能夠發揮抗邊緣錯誘的遊戲, 對於大發作,輕聲鼓勢發揮作用的? 還有呢,就是邊緣實習狀態,都有效果。 我們說,儀管就是它的坡穩定性。 對於各種組織和新奮合,不會有抑制錯誘, 除而不過,阻斷了大福島。 剪斷了大福島。 由生活態,恢復到淨水態的速度。 那麼,我們說了,這個大福島呢,如果一旦生活的話, 它會對任何反應不發生, 對任何刺激發生反應。 然後呢,隨後慢慢的轉為淨水態, 對刺激流產的反應。 這個過程,這個溫度已經是這個過程的簡單了。 這樣的話呢,就減少了大利子的內容。 能夠對抗持久高低子。 另外,還可以組織了大福島。 另外,還可以組織了大福島。 另外,還可以組織了外人的, 抑制冷帶子的內容。 這樣的話呢,也可以降低了西方博物的輕鬆性, 同時冰造像周圍一樣。 再有呢,發現它能夠增強CBA的作用。 通過什麼關節呢? 它能夠一直接別人再射取。 我們都知道,這個再射取實際上是使得這個地址能離開福島間隙, 重新被射取進入腦洞,不再發揮作用這樣的過程。 抑制的再射取就意味著, 使福島間隙間的地址反應都相繼增加。 另外,還可以用港接別政府的增生, 使綠粒子內容增加。 這個呢,我們說,就是使得國去超級反應。 所以,可以說了,從他根本來說的話, 是一個國本的作用。 另外一個,就是增強CBA的這樣一個作用。 那麼,不良法德, 或是跟大英雄一樣,我們也要講一下。 一個呢,就是局部的刺激增增增增增。 這個呢,是一個比較嚴重的讓步伐利率。 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局部的刺激增增增增增。 這個,就是增增增的非常明顯。 這個呢,是要我們看的局部刺激增增增增。 所以,要求患者呢,要很好注意捧槍衛生。 很好注意捧槍衛生。 經常的,用手來按摩。 配合防止。 有可能是這個現象,可不可以把防止。 另外呢,剛剛我們講到這支藥物呢, 它的,它的安全範圍比較短。 10到20名,可不可以耗生。 要如果大於20名可不可以耗生呢, 就會有可能出現共濟失調。 如果大於40名的話,就會出現精神力強化。 所以說呢,相對來說,安全範圍比較短。 所以現在呢,臨床上也提倡呢, 就是對這種安全範圍比較小的藥物, 要進行呢,經常的學藥物的監測。 然後去監測的結果呢,進行藥物氣量的調整。 就是所謂的氣量,過體化。 不是張三、李四、王五,大家說的氣量。 根據它的臨床體的表現, 治療的情況,就是出現了個氣量的情況。 然後呢,再監測它的血量程度, 來最後確定它的合適的調整。 其他的,包括這個過敏反應, 干藥物的幼老, 這樣的話呢,就有可能加速一些藥物的代謝。 再有的人呢,會出現只有細胞性的疑心。 以及呢,致肌, 會導致另外一些類型的氣力市場。 它用來的叫氣力市場, 主要是針對那種歧視性性的疑心。 氣力市場的類型還是叫多種。 和我們同樣的, 平行的同學們了解了記憶的藥物, 它就是我們發病。 那麼,發病所來的藥物呢, 是上級給我們介紹的, 是上級區別。 當時我們也講到, 有些藥, 能夠用在旁邊一些。 那麼, 發病所, 就是它的那個, 化學節目中間, 其中一個取代機是穿, 玩手取代機器。 他們呢, 對大發作, 效果好, 可以作為首選。 對精神異動性發作, 部分性發作, 也有效。 也可以用於邊締食物狀態, 但是可以小發作, 不像。 是不是我們可以和本土一大, 我們一起來記憶一下, 就是, 我們發病所, 本土一大, 在臨床選擇邊締類型方面, 是一致的。 但是呢, 這個藥, 又和本土一大, 又不如它的演目中, 它有中出一份作用。 為什麼呢? 我先給我來, 放到特點出免藥裡, 可以這樣進行介紹。 所以, 我們如果, 因為人長期每天要持續的藥, 的話, 就會帶來影響它的, 每天復活率稅養, 這樣的話, 不做, 學習, 這個, 就是, 超過它一些, 操縱一些, 操縱一些運動器啊。 所以, 這個, 就是考慮它, 得最維持的藥。 那麼, 本, 本土一大, 他也是, 中國移植了, 這個, 這個, 也就是說, 他對藥, 藥和藥和藥, 也要通常, 這樣的話, 也是避制了, 我們高科的, 持久方便的藥店, 啊, 然後呢, 也阻止了, 冰造, 像, 柱美城道, 這個, 頭部的, 另外呢, 還可以帶走到, 劉中的封藥, 加烈五,就是说,巴比辉,他和这个, 这个,比如说大和子和武,上面的这个巴比辉的兽体, 是一个收链的地方。 这个呢,如果你们能够想起来的话, 上一会儿讲到的一个不同的视频。 讲到这个兽体的这个周围的话, 既有这个,比如说,玩在桌的这样子的兽体, 同时呢,也有两个三角的那个,或者发给你,这样的形容给你。 所以的话,它会加小阶级的一种活动。 再有呢,发现这个药物, 第一,武安酸激活它的一个受体亚型, 我对抗作用。 这个受体是AMPA的受体。 这是武安酸的一个受体亚型。 我们说本巴比辉, 武安酸激活的这个受体呢,有对抗作用。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武安酸的这个活性过强, 那么,也是导致跌浅的一个机制。 所以我们说这个很大理由呢, 如果这个环节有作用的话, 也是很好,我们也有主要作用。 我们接下来要讲一个药物, 它叫做HAMA吸品。 原来这个药原作的, 武安酸激活,武安酸激活。 我们就了解这两个药物。 比方说的是,武安酸激活。 武安酸激活。 这个药物之前呢, 是用一个三个大使用。 也就是人最开始的, 并没有发现, 它就跌浅于作用。 这一块呢,就是药物的设置到, 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 老药吸用的这个概念。 就是说, 有些药在那一场上, 传口呢, 已经用于什么样子的这个药物。 但是呢, 有可能我们会发现, 它对另外一种药物的药物。 这个呢, 是一种药物, 是一种药物。 我们说在科研上的一种药物。 那么, 卡拉斯廷呢,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 王府的抗帝型。 王府的抗帝型有个概念, 就是说, 可以各种类型的鞭型发作, 都有作, 都有作。 但是呢, 也有, 强迫之分。 啊, 对于精神秘动性发作, 和大发作, 卡拉斯廷能效果好。 所以, 那一块, 我们就要看一下, 精神秘动性发作, 即便讲得到, 都还没有, 这么明显的提到。 所以, 我们说, 卡拉斯廷呢, 是精神秘动性发作, 什么时候也好。 但是, 对于小发作呢, 真的有效, 效果还是效率, 够强的。 这是, 我们就对于变形方面的治疗。 另外呢, 比如说, DTO, F1的治疗, 造股症。 造股症, 造股症, 效果还是效率, 有效率。 这个, 也曾调是, 碳酸, 就是一头的。 那, 对于颜, 治疗的不效, 造股症, 有时候我们用卡拉斯廷, 反而有比较好的作品。 再有呢, 对于装疏性的图弄症。 那么, 它的疗效, 肯定有问题很大。 所以呢, 从这个凑损上来说呢, 它也是一个, 比较强的一条。 但是呢, 也要注意, 这个防火的话, 相对来说的, 选择性不是比较强。 所以, 也要考虑, 我们都要考虑, 有其他的, 也要, 也要把他做, 效果不好, 想这个。 而, 专门的一大观众, 原来有效果, 也要他, 先考虑。 而, 第一个是, 挂起头, 先休息一下。 谢谢。